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姐 一姐在美版之父Quora上看到一条网友的提问 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到中国旅游时会如此震惊 当看到震惊这两个字的时候 一姐在百度上输入震惊进行搜索 搜索结果为 因受到意外刺激而感到紧张害怕或兴奋 那大家觉得美国人是紧张害怕还是兴奋呢 把答案打到弹幕上哦 没想到这个问题竟然会有如此多的外国网友回答 因为精彩的回答比较多 所以一姐分几期进行讲解 正所谓旁观者清 今天第一期一姐带大家来感受下这位英国网友的回答吧 兄弟们 让我们黑解了好吗 英国网友David Barry回答道 出于政治原因 许多美国媒体写文章故意诽谤中国 无论如何 许多聪明的人根本不相信他 然而不幸的是 有许多人选择相信他 许多美国媒体都致力于迎合低级别的人类思维 比如无知 傲慢 民族主义和仇恨 这也暴露了美国文化非常不文明的一面 他的目的不是教育 而是腐化和误导 现在当美国人真的去了中国 他们意识到中国城市是多么发达 传统建筑是多么美丽 寺庙和公园等等 他们意识到基础设施是多么的现代化 新建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意识到这里的人民是多么的友好和文明 他们意识到中国是多么的安全 他们意识到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中国人的心理已经非常先进 中国人不自私自利 不傲慢自大 中国人以家庭为导向 尊重长辈 两性之间也相互尊重 美国人民将会意识到他们是多么受欢迎 人们对彼此是多么富有同情心 人们是多么幸福 食物美味 社交生活 美国友好轻松 这里没有争吵和流言蜚语 具有文化名胜和自然风光之地旅行 是令人惊叹的 中国的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与美国相比 中国有着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来自世界各地 各民族的中国人交朋友 是很容易的 如果外国人在中国工作 他们生活水平是很高的 公寓很好 一切都很方便 晚上在街上走走是安全的 总的来说 中国社会比美国许多地方要发达得多 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在中国的外国人生活视频博主 包括乖low60 讲的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加拿大男人 娶了一位住在中国南方南宁的中国女士 在我看来 上海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城市 到目前为止 中国是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国家 世界上许多国家应该学习伟大的中国文化 以解专门到YouTube上 观看了这位乖low60的频道 这位博主一共发了近500个视频 主题都是关于中国的 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也把中国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对比 很多视频都是向外国网友介绍真正的中国 让大家明辨是非 不要相信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不实报道和流言蜚语 接下来 一姐带大家来看一下 乖low在2020年12月21日 在陕西省蔚南市拍摄的Vlog视频 标题为 中国的43道菜 一姐一看 好家伙 这不就是距今有600多年历史的 陕西东府名席 大力的九碗十三花吗 死听死听 一姐给大家带来一段Rap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了 好题了哈哈 一姐吃过很多次了 羡慕吧 这个视频截止一姐截图时 有1204个赞 19个彩 这也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了 那看完后的外国网友都是怎么评论的吗 名叫OrderA Account的外国网友评论道 我需要逃离美国 然后去中国 名叫Hermors Bird的外国网友评论道 想一下西方人现在正在看这个视频 名叫30s Fitness Journey的网友评论道 喜欢这些视频 非常期待 三月份搬家到北京 谁知道呢 也许春天就能去拜访你们了 名叫TuffTuff的外国网友评论道 好嫉妒呀 希望我和你们在一起 名叫Nailash Batcharia的网友评论道 如此惊人的视频 Guelo非常感谢您的辛勤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令人惊叹的视频 名叫Asterix of Leaks的网友评论道 把这个视频发送给爱撒谎的西方媒体 让他们报道下 有关中国制止新冠病毒的成功 中国没有封锁圣诞节 中国也没有发生饥荒 那些讨厌中国的人肯定会闭嘴 伙计们你们开始摇滚吧 名叫John Child的网友评论道 但是西方和印度媒体都在暗示中国没有食物 每个人都在挨饿 然而实际上他们自己无家可归 挨饿和骄傲 以至于无法承认事实 大声笑吧 网友Golden Bee 则是大胆地称之为国王的晚餐 名叫Alexander Great的网友评论道 中国人为什么不使用单独的餐具 并将食物拿到自己的盘子上来吃呢 你好肝炎 咦 这话说的好酸呀 一解牙疼